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个中东的尾巴之间的冲突现在是在升级 尽管已经过去十多天了 但是现在这个情况是以色列集结了一些地面部队 昨天我看他们的国防部长是说做好准备 随时地面部队要进入到加沙的北部地区 这个事情是当然不知道什么时候发生 但是很有可能最近这几天大概就会发生 所以我们就先来看一下在这次尾巴冲突之间的一个 一个比较主要的这么一个引起冲突的这个组织 哈马斯他到底是怎么样在加沙地带生存下来 以及他的这些经费他维持这个政府的运作 和维持他当地的这个生活和经济是怎么来运行的 之前呢跟大家简单介绍过一下西岸和加持之间的这个关系 西岸呢那有一个叫PA就是Palestinian Authority 他那有一个总统是Mohammed Abbas 这个是这样的啊 在西岸的这块肚子这块地方呢 是有一个所谓的合法的政府 但是它的合法性呢现在遭到挑战 然后在加沙这呢也有一个政府是一个民选的政府 就是哈马斯 所以呢对这个理解就是哈马斯呢 他不是一些长着胡子戴着头巾的游击队 然后跟政府做对抗什么哈马斯呢他除了打仗以外 他除了有他的军事力量以外 这一刻加沙地方他什么都得管 因为他是政府你说吧 他的饮食啊水啊学校啊医院啊什么政府里面的 里面的官僚啊什么这个保险啊退休金啊什么的 没错 全都他得管 这就是哈马斯 他是一个政府机构 只不过呢被国际社会把它给定性为一个恐怖组织 因为他进行恐怖行动 那么所以当你监管这块地方 这块地方是你的时候 你这人的衣食住行 你就得负责 所以我们就来看看他那些钱呢 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首先你要看哈 这个前两天的时候 拜登总统不是宣布说对加沙地区的人 要提供1亿美元的这个人道援助吗 这个主要是给那个加沙的这些居民的 提供什么清洁用水啊食品啊这些药物啊等等 但是呢他后面说了一句 他就说警告哈马斯不要去挪用或者是窃取 这个人道主义的经费 那也就是说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边 美国以色列他们都认为说 给这个就是巴勒斯坦 尤其是加沙地带 提供的这些人道主义的援助 比如说去运营他们的学校啊医院啊 和发给民众的这些钱啊补贴啊之类的 那这个是大家都是国际社会捐款 或者是提供的 那这有很多钱进入到了哈马斯的口袋里头去了 可是问题现在的情况呢是这样子 就是说你很难分得清楚 因为刚才说过了哈马斯他是一个 等于是一个地方政府了 2007年以后在巴勒斯坦的大选当中 他获胜了 所以刚才所说那个法塔赫啊 就是这个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 在加沙地带等于是被赶中 就撤出了因为他没有合法性了 这个老百姓说我不要你管了 要哈马斯来管那哈马斯是属于一个 比较激进的这么一个 伊斯兰教的这个组织嘛 所以呢从2007年以后 他们就变成了这个加沙地带的管理组织了 管理政府了 尽管有三分之一的以前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 这个政府雇员都留下来了 但是前三分之一的经费呢 还是由那个巴勒斯坦的解放组织来出 但是呢人员是留在了这个加沙 然后呢你比如说加沙 它是个政府 所以它的土地啊 你的这个销售啊 你的营业啊 你的工厂的利润啊 就要交税了 这个税收是他们的经济来源的 一个比较主要的部分 但是拜登啊警告说 哈马斯我这钱你别动啊 听起来多少也有点天真了 咱说可笑的不至于 但是有点天真 因为你之所以说出这句话来 说我要有一些钱和物资送过来 你别动 那么就说明你没有能力让他不动啊 对不对 否则这话不用说啊 因为我这个机制是这样的一个完美 你想动也动不了 所以你这个话说出来就像没说也差不多 你这么想 他会因为你说了这话 他就不动了吗 对不对 因为他假如他是一直在动的话 所以这个问题 那么我们看到的一些报道呢 是告诉我们 哈马斯除了有所谓啊 正当的财务来源之外 就是正当的税收啊什么之类的 他还有两个地方 一个就是他该花的钱呢 他没花 他不用花 比如说医院学校 很多是什么联合国啊 什么这个国际的一些救援组织啊 红十字会啊民间的机构 他们就管了 那你作为一个管辖这个地方的政府这一笔支出是你的 可是呢哎我不用了 因为他们给我管了整个的学校 这一大批医院或者学校 我一分钱不用出 嗯 那这个钱就留下了 这是第一 第二呢 他们有太多的办法 从国际社会那 送进来的物资和现金中 就转移了 这个物资是一部分 但是很多是现金 因为你这个援助肯定是很多是以现金的形式啊 因为现金他最好 因为这个当地人他需要什么的就买什么嘛 物资呢 你比如盖房子 那是钢筋水泥什么的 这个都属于什么 这个属于叫做两用品 就是一种可以用来做民居 一种还可以用来做地道啊 对不对 你这个两用 反正你东西运过来了 你怎么监管呢 你比如说我这有一个机构啊 他是管这个的 然后你什么签这个字啊 什么谁拿了什么什么的 那要买通这个人 你告诉我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吧 你去告诉对不对 而且这个里面如果再加 砸一点宗教色彩 哎那都是犹太人 你咱们这个钱呢 你挪过来 咱们是为了正义的 为了这个把这些异教徒 从阿拉伯土地上干走什么 这三下两下就搞定了 所以呢 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滑稽的情况 就是他们的一部分物资和金钱 居然是以色列提供的 而这个提供是无意的提供的 就是间接提供的 这我想起来当年中越之战的时候 对 缴获的这个越南的武器啊 越南的打中国 他就甚至他这军队吃的这个大米上 都印着中国的援 就是中国对他们的援助 那么稍等会咱们就这个问题 再深入的看一下 欢迎继续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哈马斯 这个哈马斯呢 2007年的时候呢 获得了控制权 就是在整个加沙走廊 加沙地带的这个控制权 加沙地带呢 它是一个比较狭长的这么一个一块飞地吧 分南北这两个部分 所以当时他们控制了这个加沙之后呢 就有自己的一些经济的来源 刚才说了税收进出口啊什么的 这些有一些经济的来源 但是他们和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啊 就是法塔赫 这个原来的这样的一个政府呢 之间是有矛盾的 所以后来呢 法塔赫呢就把给加沙的一些钱呢 等于就减少了 拨款就减少了 这个时候呢 以色列有点紧张 原因是这样子的 就是说他们认为 当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生活的这些人 如果要是生活陷于贫困 又找不到工作 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可能会产生另外一次冲突 就和这个以色列之间 所以呢 他们就转到了这个卡塔尔 在另外的一个比较富裕的海关国家 说是能不能请卡塔尔出面 来协助这个加沙保持他的稳定 于是你看啊 现在那个哈马斯的很多的领导成员啊 包括他们的总部办公室 都设在卡塔尔呢 都设在这个多哈 然后好多他们的这个 就是哈马斯的这些领导人家里头就住在多哈 就住在这个卡塔尔 那么卡塔尔呢 是和以色列和国际社会紧密的联系在一起 他比如说提供的物资或者是钱呢 都转到这个联合国的银行当中 然后他给那个加沙地带的这些 比如说学校啊 提供资金啊 或者说直接发放给贫困的 就是低收入的这些家庭的一些现金呢 他是需要你收到了这个钱之后啊 要填一份表的 说我收到了多少 这个数额要和他们提供的这个数额要一致 才才可以啊 所以呢 看上去呢 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 防止那个哈马斯从中把这个钱挪用了 占用了的这个 防止了这个漏洞 但是问题你说会不会有漏洞 那肯定会有 原因是你这次在看 他那个哈马斯在加沙地带 短短的40英里长的这么一个地方 地下据说那个地道弯弯曲曲的500多里呢 而且那个是宏大的建造啊 它不是地下挖一坑啊 你看那里面水泥的建筑啊 那里面的非常的完整 一个人站起来 还就因为他要运这个大型的什么火炮啊 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钱呢 是太多了 每一年光是他们这个税收 4000多万是不够的 那他一定有来源 那什么地方还有可能给他钱呢 伊朗 伊朗呢 这个就是赤裸裸的了 这就是直接给钱了 上亿的这么给 那么我们反过来问 伊朗他为什么要给这个加沙地带的哈马斯政府钱呢 是吧 咱们想想他的动机 他希望达到的是什么目的呢 伊朗的目的是因为你多盖点学校 多盖点医院吗 肯定不是 他要就是巩固和加强哈马斯的军事力量 很多的那一些比较先进一点的武器 也都他们所提供的 另外啊 还是一个麻烦 就是这个这边还有大国的角力 我最近有看到报道说俄罗斯好像也悄悄的给点 嗯 这事就有点麻烦 因为俄罗斯自己他有这问题 他还面对着这个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 他伊斯兰教他那车传什么之类的 他也是打过仗 他阿富汗也是跟伊斯兰教的塔利班什么这个打仗 他还要去支持这个 那么就可见呢他有一个更大的假想敌 那就是抗衡以色列和西方吧 嗯 就美国和北约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突然之间变得非常的复杂化 但是呢 你再怎么复杂 你们大国之间你们去争取 我哈马斯不缺钱 对 就变成了这一结果 对 再加上海外很多富商啊 我说的是中东地区的很多的富商呢 他们有自己强烈的这个政治理念的 和宗教理念的 所以呢 他们也出一些钱 别忘了九一一的那个 就是捷机的这些人 他们的钱哪来的 这不都是从沙烏地阿拉伯的很多的富商那拿来的吗 我记得宾拉登当时的身价是20亿啊 对 他全给用在这了 对 那个钱也都是就是各个富商提供的啊 所以呢 这些人呢 他们是 他们是背后的这个金主 所以那个哈马斯呢是说我们的 叫做民用和军用的这个开支啊 都有 但是是分开的 也就是说 国际组织提供的这些钱 哪怕全部用在民用沙头 他仍然还是有一些筹款的能力啊 可以给他们的军用的一些项目呢 提供足够的资金 最重要是剩的 lady 记得 婉 laimed